我们来讲解一下老摇滚网站的使用说明 老摇滚网站的网址是 rocklawodis.azurewebsite.net 它是架在微软的azure平台上面的网站 OK 我先把这个关掉,我把网站直接打开来 直接 它是rocklaw 下午因为办公室的网路速度比较慢 早上进去蛮快的 好,这是他的首页 进去或者你按这 这边就进入到他的首页 这边下面我们有 有介绍一下 我们老摇滚 高龄健康促进运动激励平台 为什么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激励 持续的运动这件事情 是目前 高龄健康促进运动或腹筋运动的一个问题 然后要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我们介绍 这边有一个老摇滚1.0的说明影片 各位可以点进去看 我们 讲老摇滚1.0 我们用体感电丸 来 激励 高龄者 增加他的 训练乐趣 那在下来我们讲我们现在这个网站的架构 然后呢 这个网站目前收集 三种 感测器的数据 KVTEC KINECT 还有Smart 然后呢以及这个 我们视觉设计的方向 以及呢跟我们 合作 目前跟我们合作的一些 医疗机构的 医疗机构 或 大专院校 的 合作单位 那细节各位可以自己去看 好 这是网 首页 如果点KVTEC 就进入了 KVTEC 这个Sensor 的 数据视觉 那 不管是 KVTEC 还是KINECT 还是Smart 每一个网页 主要 它的操作流程非常简单 那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 第1个是让使用者选择档案 上传数据 那当然 就KVTEC 而已 我们不用手动的上传 我们 有提供有写了一个APP 直接使用这个APP 连接KVTEC Sensor 就可以上传 那APP 的使用方式我们另外再讲解 那 KINECT 跟Smart 就是 收集完了以后 就 上传档案 那 当这个网站里面有了数据 我就可以选择我要分析的 时间 我要分析的机构 然后把这些档案 查询出来 我可以下载档案 或者呢我可以送到Tableau 去画图 基本上就只做这两件事情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上传档案 KVTEC这边我们讲过 是 就是 直接用APP上传 但是这边为了demo几件 我是示范手动的 那KVTEC收到的数据就是长成这样 第1个栏位是 时间 再来每一个 每一个时间点 所以 数据档 大致上就长成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 来 来模拟一下 上传这个 数据档 比如说 那这个数据档因为我刚才已经上传过了 所以我们的系统会 侦测说这个 档案已经上传 所以我现在来 来模拟一个假设 我又产生一个新的 数据档 OK 这个数据档的前六码 是 在训练 就是 记录一些训练的 就咨询 所以第1码 数值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第2码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在我们的 那个操作手册里面有讲 各位在自己去看 那再来 再来这个是机构的名称 机构的名称也是在我们的操作手册里面 不同的合作的单位 有不同的机构的名称 举例来说原字用001 南开用002 等等 所以因为我现在这个 数据档是在 原字这边 收集的 所以我把 机构名称001 然后使用者是 003 2016 4月19 现在是15点 51分 举例 比如说 220秒 OK 所以我们现在新做了一个 新的档案 好 那我就去选 模拟刚才产生的是 3点 51分 这一个 因为这个档案没有上传过 所以他上传 这边 等做完了以后 他就会说 successful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就查询 比如说机构1 从 3月1号 到今天 那有4笔档案 因为 前面几笔是我刚才在练习的时候传的 那 当然以后都变成App 直接上传 所以这边随便一查 可以想象这个档案数目应该 蛮多的 那比如说我随便挑一个 比如说我要 我要 看 下载这一笔 你就按 选好这个档案 按download 然后就 下载 就可以看到 好 那比如说我要 看这4笔的 图 我就把 按一下 update 那在 按update Tableau report table 之前有两个参数要设定 第1个是 我在画图的时候 我 几秒画一个点 因为我们现在KBTAG这个sensor 1秒收 30笔资料 如果1秒画30个点会太密 画图的时候好像没有必要画这么多 所以你可以说 我1秒钟画一个点 预设值是1 你也可以说0.5 也可以说2 另外第2个是dbtable 因为每一个tableau图后面要接一个 就资料库 所以我们是担心说比如说你在看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人 也会把资料又写到这个资料库 那你看到图会跟着变 所以我们 基本上还是希望说每一个单位 使用一个资料库 所以如果你是 比如说原置的话 你就写 写1 如果南开就写2 比如说安南医院就写9 所以不同的医院用不同的资料库 好这两个参数设好之后 我就可以update OK update成功之后我就可以 Link to Tableau Online 那这边就用我给各位的账号密码 Tableau Online需要一组账号密码进来 那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查询了有 三个档案 在这个条件下 OK 进来先把它refresh一下 我忘记上次做几个 四个 四个档案 比如说 像这 OK 那这些 这些数据 图形的意义我另外在找时间跟各位讨论 目前这个 影片只是秀给各位看有这些功能 那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现在 Institution 1跟3 然后我从 我记得先前后 旧的我们有放了一些 档案进来 我有放了一些旧的 从去年的 9月一直到 到今年 记得这边是New Upper link 比如说我现在有37个 查到37笔档案 好 那我把这37笔档案 送到 Database 1去看 好 那因为现在档案数目比较多 所以他在执行的时候花的时间会比较多 所以这边要稍微有点耐心 因为我现在把这37个档案的RAW data 灌到我Tableau画图的资料库里面 他要花一点 花一点时间去跑 OK 跑好了以后 你就link 其实我刚才已经开了啦 我可以把它关掉 因为现在档案数比较多 37笔 OK现在还是旧的4笔 如果你发现没有update 按一下refresh 所以这个 现在就变成 应该就 就37笔 这好像也没有到37笔 看一下 7笔资料 7笔资料 这个我知道 应该是设 filter的问题 我在 这个Tableau的细节 我们这边filter也通通都有设 这个 Tableau细节的有空 我跟各位碰面的时候再跟 各位面对面 就讨论 我这边先秀一下 基本的 概念 譬如说 我先 我不要 我只选一次 Tution 3 好 现在有7笔 那我现在 我现在送到database2去 去画图 OK 按一下link 这个是database1 这个是 database2 刚刚有7笔 123 4 6 7笔 OK 好 那当然这边只是 呈现一下它的功能 我想各位真的有feel的就是 直接用这个sensor 然后搜数据 上传以后这边查询来看 看到自己搜的数据会比较有feel 好 再来第2个是kinect kinect跟这边差不多 第1个是档案的上传 那 档案上传这边 比如说 也一样 这几个档案我刚才已经 上传过了 所以要把 我要 再模拟一下 譬如说 现在玩的是 我随便举例 是寻宝猴的 的游戏 OK 4月19 然后 现在是 4点 05分 收的 OK OK 好 那 这个 Kinect的档案上传前 因为我们 我们的数据档没有 没有收集 使用机构跟 受责者编号 以及呢 这个 电玩是 训练哪一个部位 所以要使用者自己输入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是 源自大学 编号2的使用者 训练部位是1 OK 然后 选这个 OK 档案 就上传成功了 那一样 我这边 剩下的 的道理都 都一样 现在有4笔 刚刚那个monkey 寻宝猴是我刚刚上传的 其他是 刚刚在练的时候上传 那一样 指定每秒划几笔 送到哪一个资料库 我就可以update Tableau link过去 看这个图 那Kinect这边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因为我进来 我们收 这个是上一次的 你按一下refresh 记得刚才有4笔 1234 OK 4笔 因为 因为 我们总共收了 我看一下 20几个还是 就关节点的 数据 所以 我如果 我现在看的是 头的 xyz 我如果要看其他的关键点 这边有一个edit 编辑 可以让你去选 好 所以我们现在新的 老摇滚体感电玩是把 所有Kinect 能够抓到的关节点从头 手这些 那细节我会在说明手册里面讲 譬如说我现在不想看头的z 我就把它抓过来 好我只想看 头的x 譬如说我想要看 右手 right hand 的x 以及 左手 以及右肩好了 right shoulder 的x 的x OK 所以这边呢 可以让各位自由的去选择 我要看 前面这几个不要去动它 这边是我们用来设计 这个 结构用的 所以这个subject 的fileindex institutionID subjectID 这几个不要去动它 Line number也不要去动它 我有碰到各位的时候 我在跟各位 互动去讨论这些 就设计 那各位做完了 按一下down 你可以 把你的存起来 或者是不存 好 那其他的图 有机会 碰到在跟 各位在讨论 所以这个是 Kinect 的部分 再来 第3个是 Smart的部分 Smart Smart的数据应该是 现在 我们资料库里面 比较 完整的 那我可以 举个例子 比如 institution1 那这边 是我们从 资料库抓到 就是数据里面 最新的日期 所以你看 KVTEC 跟Kinect 抓到都是 今天的 那Smart 因为我们是 去年收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 最 最后日期是 去年的 11月 这边都不要去 不用去动它 它还在跑 所以 可以看到有 2459笔 资料 那同样的道理 你如果要 去看这些资料 就 download 都差不多 那这边呢 因为 为了 数据保密的关系 我已经全部 去连结了 所以 你下载下来 看不到这些 栏位的意义 那只有使用 上传 上传单位 才 才知道这些栏位的 的意义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Smart 收完要上传 也是一样 那我 我这边 比如说我把Institution 从1改成 99 OK 我先 可以 就 假设我已经把Smart的资料 数据准备好 我就去选它 Upload OK 好 那 因为时间点都一样 这边好像它不会自动update 我要下一次回来的时候 看一下 它就自动update 比如说我选 选99 OK 那同样的道理 我要 画图的时候一样 我要指定送到哪一个 就database 这边再强调一遍 就建议不同的机构 你在看数据的时候用你机构代码 原置输入1台中医院请输入4 清大请输入8等等 那我这边先暂时故意用清大的 不要 那个Smart OK 比如说我先用2 我先把资料 这边查询到资料 灌到database2 那因为 资料量比较大所以稍微有耐心点 一直到这边出现老摇滚的符号 就OK了 Link 那这些视觉图形设计 我在找时间跟 跟各位讲 比如说这个 第一个图是 每一个小图是代表一个人 你可以看到 像这边那个subject ID是1 这个subject ID是2 这个subject ID是3 好 这边是不同的 就日期 可以看到 不同的subject ID 它在这一个 某一个机台 的 某一个 值的 表现 比如说我现在看的是C这个栏位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不要看 C这个栏位 你可以选edit 进到tableau里面来 tableau其实非常强大 比如说我现在要看 随便举例 m 把m抓过来 OK OK 比如说 因为这样子 我把C 不要看 OK 就看 那如果说 我 我要储存的话 你按down的时候 你把它save一下 你回来 因为我刚刚刚有按储存 所以现在要多花一点时间 他把 OK所以你能看到这边已经变成是m 那第二个图 是 每一个小图代表一天 好像这个September 17 这个是 September 24 每一个小图代表一天 然后呢 呈现在这一天 所有subject 的 就数字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看 机器D的时候 你会发现 8这个 这个 这个subject 它的值 跟其他的差很多 所以这个是视觉化的好处 可以让你 快速的去看到 像在1这个机器8 跟2 好像也 常常有 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其他人都在这个地方 在机器C还好 好像D的时候 当然这个就是要 慢慢去看 在机器D 1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其他人 比如说A 你可以看到其他人大概都这样 奇怪 OK 我已经忘记我早上 反正我早上自己在 玩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其他人大概 都差不多在这个地方 怎么8跟2 所以这个时候 那个 就是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探讨 那我再举个例子来说 譬如说这一天是 October 29 2019 我要看它的细节 机器D 所以我选机器D October 29 2015 你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它的细节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 老摇滚这个 网站的 使用的大概 其他的细节等我碰到各位 再跟各位讨论 你 为什么 还 跟各位讨论